招回啦 我們運氣真好 又招回啦 行車殺手 行車殺手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四推車 這個2023年今年新的 騷燙燙的MG ZS版本 1498cc 直列四缸 沒有溫輪增壓是自然進氣的 馬力120p扭力15.3 它是CVT8速手自排 前麥花城後扭力量 這個從我們去年買了HS之後 終於今年它又出了一個ZS 其實後來它中間還有出一個 2.0的自然進氣的HS版本 那那個好像就沒有那麼 大的討論熱度了 我現在比較想要它那台敞篷車 它那個尾燈做一個箭頭的那個 那個來如果不要太貴的話 再用一樣的做法 半成品來台灣弄起來 這樣才會便宜 這國產車賣 這樣多好 這樣路上都跑車 人人有跑車開 有什麼不好的 那我們這台為什麼那麼久才拍 其實很多這個車評大大 該猜的也猜了 該縮的也縮了 該撩的也撩了 剛涼也看了 自動煞車也撞了 為什麼我們現在來拍 因為呢 我自己實地使用了大約三個禮拜 然後開了兩桶油 所以想說這個比較深入一點 再來跟大家分享這個心得 當初只有一個單一的設定 74.9萬 就一個規格 首先這一點我是 給予正向鼓勵的 覺得你要嘛就一個車型 你想給的你全部給好 好啊你不給你就不要給 好或是給你選 不要在那邊 乞丐版 平民版 貴族版 分一大堆 我知道有一些 它就是讓貝貝打亂你 你知道嗎 要不然怎麼會有 70幾萬定價的車 交到手上變90幾萬 我最愛說這個 金裝 再金裝 三金裝 八金裝 全部加下去 哇 我跟你講 我現在送你價值20萬的貝貝 然後再便宜你10萬 然後消費者 哇 好便宜喔 類似這種感覺 你知道嗎 那個押忍摩尼水果盤 什麼價錢都先灌上去 然後再給你打折 你很開心 其實你一開始 根本就不需要吃水果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 車頭大燈我覺得還蠻銳利的 它是LED 官方稱之為 銀石之意 人雷神之鎚 你就銀石之意 這樣嗎 小屍弄棒 這樣嗎 哈哈哈哈 何必耶 好 再來看一下 大面積的水箱護照 製作鋼琴烤漆的 雷達在這裡 所以這個雷達呢 跟前面的擋風玻璃上面的鏡頭 相輔相成 做這個Level 2 然後這邊有一個鏡頭 下面呢 也是有蠻大面積的一個進氣網 中間下方呢 有一個烤漆的銀色四條 水箱護照的周圍一個框框 這邊就有做鋼琴烤漆的 可是呢 我不喜歡水箱護照看進來 然後就看到很多線在這邊 我會覺得火火狂 我啦 我就覺得你可能要做得更對稱 或是線該藏好的把它藏好 而且我有點懷疑說 它做這麼大的洞 到底有沒有辦法預防枝頭去打到水箱這件事情 好你夠倒霉的話其實有機會 好做小一點還是比較安全的 左右呢 各有一個也是鋼琴烤漆的四蓋 但是這個洞是假的 然後搭配霧燈 我記得它這個有霧燈的 轉彎的照明輔助 就是你打 往左左邊的霧燈會打亮 然後幫你做輔助的照明系統 好輪胎尺寸 215517 雙色切削的一個鋁圈 搭配的是馬吉斯輪胎 那我覺得它的這個輪壺的防刮材質 面積也是蠻小的 側面呢也有一個小面積的防刮材質 再加上一個銀色的烤漆 那整個側面看起來它的電鍍 只有在水切的部分一條 跟門把的上緣 然後後照鏡上面有方向燈 跟盲點偵測系統 車頂有一個金屬的銀色的形體架 最重要的是全景天窗 70幾萬全景天窗 尾燈的部分就比較可惜了 它倒車燈跟方向燈 是傳統燈泡的 只有左右兩側有一個 假的排氣管的一個 電鍍的飾框 然後呼應前面保險桿 左右兩側有這個反光片 加上這個黑色鋼琴烤漆的飾蓋 好啦然後呢 你只要按 它這次是做像以前複式的那種 翻起式的開後車廂蓋的一個開關 那我們有加裝電尾門嘛 本來沒有電尾門 那電尾門開關它加裝到這裡 但是呢我覺得 它的零件看起來很像我們外改的 而且已經有觀眾朋友跟我反應說 它的回去量第二天就壞掉了 好像說關不起來吧 後來只能用手先關起來 然後它才回去修 我有接受到這樣的反應 啊它說防夾啦 試試看 它叫我試試看我的防夾 好我們的是好的 它的是一夾有沒有 卡拉卡拉 就死了 那後車廂的空間呢 我覺得還OK 上面有一個紙板 上面一樣有紙龍毛 好然後一樣這塊板子呢 也是紙板 好不過至少人家不用選配的 那我覺得有一個不錯 就是它的兩側都有紙龍毛 我跟你講這個是我 最近會去看的一個點 就是有些車它後面的這個部分有沒有 用的是塑膠的飾板 那就很容易掛傷嘛 好那用龍毛的 當然它的成本會比較高 也比較不會有摩擦的聲音 來這個拿起來下面還有一個空間 因為它沒有備胎 它是用補胎機 好所以它下面其實空間還蠻大的 我在猜有可能是電高為了平整 好吧 所以我現在把它拉看看 應該是平整的 64分離 有平嗎 沒有很平啊 它電那麼高的還是沒有平 還是有點斜度 它砸很大力嗎 還OK 單邊的電動椅 就很單純的高低 那它的高低呢 也沒有前跟後之分 就上下兩側 前後兩側 還有椅背兩側 所以六項的電動椅 那開關上面其實質感 我覺得蠻不好的 鬆鬆零零的一個塑膠殼 有沒有 我覺得是蠻普通的 但是我一直在講一點 我們拍了很多車 我常常一直在講 其實內裝 大家對於這種平駕車 內裝的要求 我真的沒有那麼嚴苛 你給我黑色的 然後銀色的裝飾 紅色的車線 一點Carbon 我就很開心了 有沒有 你知道我意思嗎 待出去租房子對不對 你也不會要求要什麼豪宅 巴洛克風格什麼 乾乾淨淨 你就很開心了嘛 不需要很複雜 很棒的東西 30萬的床 可是都不用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啊 我覺得他們在坐車呢 蠻懂得消費者要什麼的 我知道你要什麼 所以我給你 難道日本坐車 車就不知道你要什麼嗎 他也知道吧 他坐車那麼久了 日本是 我知道你要什麼 但是 我不爽給你 或者是你要我給你是不是 好 那我賣140 類似這種感覺 有可能說 我賣你140 但是有些東西呢 我還是不給你哦 類似這種感覺 那系列上不一樣 所以呢 我覺得他的東西 內裝的整個鋪陳啊 算是中上 就是走安全牌 但是我覺得 在這個價位來講 我覺得又 可以 加一些分數 好 例如呢 他的這個側面 這個皮的部分哦 他用的是假皮的 然後是Carbon的花紋 車上紅線 這個一定是假皮啊 我們也不奢求他是真皮 但是就是一個跳動的顏色 讓你覺得說不會太老氣 蠻年輕的 你的部分呢 呼應門板哦 邊邊呢是有類似Carbon的這種花紋 在最邊邊的地方 也車上紅線 欸不過整體真的比起來 我覺得 HS椅子就比較漂亮 好 那這個就是平民板的 但是就是很安全的一個做法 再搭配他的方向盤 一樣給你一個平靶的 下面有一個銀色的烤漆的四框 而且握把有打洞 欸 這是不是一個很安全的做法 算是很安全的 大家就是看到 覺得 欸 能接受 還蠻好看的 中控台的部分呢 上面全部都是軟折塑膠 還有 假的車縫線 坐姿是偏高的 現在沒有意外應該是最低吧 對 對 最低了 所以這個是 稍微 坐姿偏高 然後再來一個 方向盤呢 只有上下 沒有前後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天蓬跟A柱 它坐姿是米色的啦 我是希望 要做的黑媽媽多帥 然後這裡 一樣 下面多了一根棒子 它的跟車系統 是從這邊控制 可是我常常打錯 打到遠光燈 所以要習慣一下 好然後呢 我們裝了一個這個 看起來有點土炮土炮的 抬頭顯示器 然後線還走這樣 好 但是這個功能還不錯喔 它不只有PRN 它有速度轉速 盲點都有 但唯一一個天氣太熱會當機 整個都黑畫面 我有遇過 等它 溫度降下來以後就好了 這應該是保護裝置 7吋的液晶儀錶 10.1吋的中央螢幕控制 然後搭配下面還有一整排的實體控制 包括溫度 講到這個溫度 很多人說這不是恆溫嗎 對不對 這就是傳統的 因為沒有給你幾度的話 就不能叫恆溫 所以我覺得它很笨 它就做數字就好了 這樣你就以為是恆溫 但其實只要這裡有數字 這樣算詐騙嗎 假裝恆 假恆溫 好 但是因為現在天氣很熱啦 所以大部分的溫度幾乎都放在最低 所以對我來說我在冷氣的使用上面 我是沒有遇到什麼 必須要恆溫才做得到的這個問題 好不好 如果你覺得困擾的人 有人會覺得少一個配備 好 那我覺得實體按鍵呢 比它上面的螢幕是好用的 你看 但你說沒濕掉是不是 這樣 媽的我就濕了 你決定它下拉有東西嗎 會優欸 沒有嗎 OK 沒有很順啦 如果你講求的是那種 很Smooth 濕滑的感覺 這個可能沒那麼濕滑 這個上面呢 裡面有很多的這個 駕駛輔助功能可以調整 有沒有 還是一樣 出來出來出來 有沒有 所以這個調整上面 對 講到這個 現在21.13分了 天這麼亮 我的螢幕裡面也是21.13分 好啦 要記得調啊 不要忘記 好不好 不是 我覺得 不是 這不是 這個 我覺得有人會 人會 偶有 屍體嘛 新鮮 打鼓 優勢 腳步 打差 誰人沒有 對不對 有時候 交心車 這個東西 還是要幫客戶稍微調一下 還是 媽的 我們 好 算了 不要挖了 好不好 這個 不要疏忽了 啾咪 等一下說我弄人家 靠邀 這個門啊 開關其實算 我覺得不是因為它門重 是它的那個 鑼鏈做的比較緊一點 所以你開門需要多用一點力氣 開關門需要多用一點力氣 它的鑼鏈 鑼鏈算是做的蠻重手的 不是它的門 它門本身是 門本身應該是輕的 就沒有那個TN那種自動關門系統的感覺 我們 我記得HS也是這樣 它們在門上面 鑼鏈上面做比較緊 會讓你開關起來比較有實體的 那種重量感 但不一定是安全 也不一定是它門比較重 然後資訊窗呢 左邊就是一個很大的液晶的時速 數字的 右邊就是這個RPM 那RPM它是用 也是用數字 但右側會有一個轉速的格子 左邊的下面呢 另外有這個油箱的顯示 右邊的下面就是你的水溫的顯示 那當然 液晶螢幕裡面 可以從方向盤的右邊 你去調整所有的資訊 我覺得蠻耗油的 我一桶油開300多而已 你看嘛 現在727我加第三桶油 等於它一桶油大概開300多而已 我們剛剛加1000嘛 加1000還沒滿耶 它滿應該是大概在35公升左右 35公升 所以一公升大概跑10公里而已 但坦白說我開這台的時候很傻 不然你就一直吹啊 而且我都用S檔開啊 因為真的不用一個時常 對我來說我開起來會有點痛苦 這兩板有鏡子 但沒有這樣 這邊一樣有一個眼鏡盒 還不錯 比之前那個Nissan的還好 天窗是可以開的 可以往上掀 然後喔對 它有一個很屌的 我上次講這邊有一個USB嘛 有人跟我講說Skoda就有做了 鼓勵一下很棒 這邊做一個 不要讓你看 牽著到處都線 會懷疑一個問題 現在那麼多在安裝那個行車記錄器對不對 你線沿著這樣A柱走下去 這邊如果安全氣囊怎麼辦 不是這種東西猜猜中總是不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炸出來 線會怎樣 搞不好會影響炸的 不會啦 重度 你臉上會有一條線而已 哈哈 叫做到 哈哈哈哈 好類似這種啦 就是很多以前像說這個嘛 會被MARK打到 HONDA打到這個H 打歪了就是現代 哈哈哈哈 沒有啦 這個其實就是覺得 一點點小小疑慮啦 就像這樣切 我覺得就短短的線 從這邊我覺得就很棒 好下方呢 有一個簡單的置物盒 下面有兩個Type-A的一個 一個左邊是充電 右邊是資料的連接 也因為它的Cut Plate必須要用連接線 它沒有無線 那它也沒有無線充電盤 來排檔桿很帥喔 排檔桿這邊有做一個MG的烙印 但是呢 它就擋住了前面的這個按鈕 這個陡坡緩降 防滑關閉 大概擋到兩顆按鈕 左邊打下來就不會擋到 下面呢 左邊是一個手煞車 跟一個Auto Hold的功能 那這邊有個杯架 杯架還不錯 杯架下面有做橡膠墊 你如果有放小東西就不會離離 然後這個呢 分隔島可以拿起來 讓你放更大的東西 好 但偏小啦 只有這種蠻小罐的一樣能放 但凡再大杯一點 你可能就會被這個給住 而且它這個設計有點太呆了 太呆的地方是 它就給你一個插槽而已 正常來講你可能給它兩段三段嘛 對不對 你就可以再小再大嘛 但它沒有喔 這只能一般標準可熱的那個尺寸放一下而已 太粗了就要放門邊啦 門邊這個就夠大 那它的那個手套箱的大小 我覺得以現在的車來講算大了 那這個是我開車的一個距離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位置如何 還不錯 我用看的我就覺得還不錯了 比上次那個MOCA MOCA 門一打開我不太想上去 大概一個拳頭的距離 還不到 我也講了喔 因為我178我坐姿偏厚 所以你實際上看到會比現在在感覺上 感受上會大一點 因為很多人在現場看到小獅 才說小獅我不知道你那麼大隻 這個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反正你還是要現場去試一下嘛 它那時候不是講說坐姿偏高 是為了要讓後面的腳可以放進去 我是覺得小虎爛啦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要讓後面可以放 我可以調高啊 你一樣給我坐低啊 我後面有載人 我想要讓它放腳 我自然而然會把座椅弄高 不是嗎 所以這個設計就是坐姿偏高 我就這樣直說了 我就下定義了好不好 後面有出風口喔 然後有兩個Type-A的一個充電孔 這充電孔看起來好像連架喔 你自己拍特寫 我不知道它連架在哪 是不是因為它沒有框 就是它外面沒有在一個框 對 感覺就是在挖洞 就是有一點廉價感 有意說意喔 沒有故意瞄喔 那椅面的皮革我覺得算軟的 然後海綿算是硬挺 坐姿我覺得尚可 不是這種直直的 還是有一點角度 不能調吧 這不能調 這緊繃就是這樣 不是坐姿這個東西怎麼會有人 不是阿呆如果今天讓你坐一台車對不對 你坐好叫你去後座坐 你坐進去是這樣 不管你是設計的人 還是你是長官 你能接受嗎 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還是他們習慣這樣做 他們覺得這樣做很棒 這樣做對脊椎比較好 脊椎比較好 非常的長 但是因為一些大人才需要有的理由 使我們上網感受到非常多的限制 這個時候使用Surfshark VPN就可以解決 突破地區的限制 Surfshark VPN擁有全球高達3200個伺服器 也可以讓我們在跨區使用的時候 享受到最穩定最流暢的連線品質 Surfshark VPN除了支援常見的iOS 還有Android系統行動裝置以外呢 更支援了Windows還有MacOS以及Linux等桌機筆電 而且更不會限制你裝置使用的數量 Surfshark只要申請一組 就可以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甚至你遠方的朋友使用 通通給我爆鬼 而在突破這些限制的同時 Surfshark還提供了強大的防洩密的保護機制 高私密的偽裝功能 確保避免你的隱私外洩 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護 看到這裡 Surfshark VPN感覺就是CP值最高的跨區工具 對吧 現在就來取得小私獨家限量的雙11限時優惠 立即點擊我的專屬連結在下方 或者輸入優惠代碼SSCAR 就可以獲得額外的5個月免費 用了不喜歡取消訂閱也沒有關係 30天之內免費全額退款 快撐這波雙11優惠活動處理下去了啦 Surfshark 我已經開兩三個禮拜有了 最近才換大壓嘛 我跟你講 我們新的大壓後來我們是忍不住也買了 結果我這樣這台車開了大概兩桶油之後 一換大壓 哇 比較急你知道嗎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馬上就 兩台車的那個差異性就出來了 滿嗨的我覺得 哈哈哈哈哈哈 至於什麼滿嗨呢 到時候我們再慢慢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我們大壓也是買跟這台車一樣的價位 75萬對不對 中階的 對中階的 因為我想說本來買高階的 後來後面再講反正我們買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整個比較起來一樣 你有75萬你會買哪一台車 好不好 後面我們會慢慢一步一步的 也把兩台車呢 擠平一下 好不好 那這台呢 我覺得開了兩桶油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是算 滿順手的 開起來呢隔音好 底盤的這個 隔音的抑制啊 噪音的抑制啊 我覺得也不錯 沒有太大的問題 唯一一個問題是什麼 召回啦 哈哈哈哈 我都還沒開這個 召回啦 召回什麼 自動緊急煞車系統 自動緊急煞車系統優化 嚴重可能導致 油門不順 來我跟你講 我還真遇到一次 有喔 我真的遇到一次 就是在慢速的時候啊 前面有車的時候 我忽然 有那麼兩秒鐘的時間 我踩油門 可不可以我嚇到了 噢 因為它殺住了 是嗎 它那個感覺像是 不給油 吹不起來的感覺 不是被殺住的感覺 你懂意思嗎 不太一樣 它是你踩油門 沒有反應 沒有力道 你想想看喔 有在開車的人就知道 如果某一天你開車開一開 你忽然減速之後再加速有沒有 油門沒反應你會不會嚇到 兩秒鐘就好了 你心會露一拍 就這麼一次吧 我開這三個禮拜應該就遇到這麼一次 好不好 所以我們還沒有召回啦 基本上我覺得呢 整體來說是順暢的 那很多的這個觀眾朋友 當然會擔心這個120匹馬力的問題 會不會不夠 那的確喔 跟很多現在小排量的車 我試了很多現在小排量的車 都會遭遇到的問題 就是那種起步 或者是說這個再加速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無力感 但是因為這一台車呢 我覺得它隔音做的尚可 以它這個價位來講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去嫌人家啦 說實在的 它是以這個配備來講 它真的是賣不貴 不過這個我等一下再結論 我覺得 還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配備很滿這個事情 那一樣喔 我覺得現在很多這個叫做 電子式的方向盤 包含有輔助的方向盤 車道維持的這個輔助系統的車子 我都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其實它的間隙是大的 你看其實我的方向盤這樣左右在 動的情況之下 其實對車的影響不是很大 再小一點幅度不大 它大概再大一點還會有 就是你開起來就會 老是會覺得方向盤鬆鬆的感覺 那這個沒有辦法 你看就是會有鬆鬆的感覺 我也不懂為什麼 我覺得路感沒有那麼明確 你看只要我稍微加速 引擎的那個聲音就會出來 我相信實際上它應該是更慘的 但是因為它隔音做的還不錯 所以它感覺起來好像沒有這麼超車的感覺 這個我們加裝的這個抬頭顯示器 雖然看起來蠻突兀的 材質上面啊 還有它的東西上面鳥鳥的 可是其實它顯示蠻多的東西 我會發現 比如說我現在把跟車打開 顯示你跟車的距離 有沒有看到 你看它中央螢幕的跟車顯示 非常的不明顯 它是用左右側各兩個三角形 有沒有看到 那個很不直覺 反而它的抬頭顯示器用一條線 我覺得超直覺 包含盲點它都會在這個 抬頭顯示上面會顯示 在左右兩側有沒有 左邊有一個黃色的燈光 然後跟車呢 我覺得它的速度是柔和的 但是它雖然是Level 2 有車道至中功能對不對 但是它的車道至中呢 有一點打乒乓球 它是至中喔 但是我只能說它的 跟車系統的電腦的設置 沒有那麼的好 就是說它在對於彎道的判斷 會比實際的感受還要慢 你也知道嘛 進入彎道如果你太晚 打方向盤的話 就會造成打太死 打太快 打太急 所以你就會有一種 被打乒乓球的感覺 好 這是我實際測試過 如果你們有去試車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我覺得它的至中 比較沒有那麼的舒服 好 但是我發現它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台車底盤大致上呢 算舒適 但是呢 它在過一些比較高起伏的坑洞 或減速坡的時候 我發現它的屁股會晃 會這樣余震 屁股的地方 它後面是不是扭力量啊 全麥花城 或什麼 扭力量 我好厲害 我真的 我是用感受的 我現在才看到的 你有沒有在抖音看過 有人拍一台HS 在高速公路拍一台HS 然後它沿路 屁股一直這樣上下 一直上下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搖 可是開了這台以後 屁股真的會搖 好來你看 爬山真的 很辛苦 我有空轉的感覺 怎麼會這樣 好所以其實我在後期呢 我大多數呢 都是用S檔去開的 我們現在撥路S檔 S檔稍微會把你轉速稍微hold高一點 然後這個油門的反應會提前 所以開起來會覺得 沒有那麼力不從心感 但是還是有 就是聲音很大聲 但速度真的不快 我們現在速度也不過是60而已 那我們剛剛在講話 一直聽到咚咚咚那個聲音 是車道輔助 它會一直取消 就是你60以內它就取消 60以上車道輔助 因為我這邊是開啟的 然後低於60的話 你要從裡面去開啟一個 交通庸設的功能 它說播 播桿兩下啟動 但是我播了半天 其實我沒有播出來 喔對 它60以下 如果你用那個塞車系統的話 它就不是去 不是鏡頭去判斷表現 它就是用雷達去跟前車 所以那樣子的一個 車道的維持系統 是不一樣的喔 這一點差別要 可能大家要搞清楚 要不要要動了 只要160以下它就取消 它避震器其實算偏軟喔 剛剛過完你有沒有覺得整個沈下去 整個車子都沈下去 速度沒有很快 剛剛也是速限內50而已 支撐性不好 而且很容易有餘震 50而已 就50 還不到50 剛剛47 48 然後它對於這個坑洞的抑制啊 就是用軟去解決的 坦白說我對於它這一個 車子的底盤的動態 我覺得開快的時候是危險的 一是它偏軟 二是它有多餘的晃動的時候 我記得我有跟大家分享過 有時候車子的動態是這樣 當你速度快 或是你過彎速度稍微快 車體有多餘的晃動會造成危險 它那個會造成你的那個離心力嗎 就是會造成你作用力轉移 你知道嗎 然後就會打滑 那個算什麼力 重心轉移 對 就是類似會轉移掉你的重心 然後你車子就會特別容易出危險 當然這個沒有實證 只是我自己 以我開車的感覺跟經驗 我會覺得說 以這一台車它過跟動 你看我們現在過 很晃 我是以我自己開車的經驗 我會覺得說 如果以這台車 它現在原廠設定的狀況 你要稍微開快一點 其實我會覺得是沒有安全感 我覺得它的餘震過多 屁股會有晃動 覺得有點可怕 對 有一個我覺得駕駛上面有一個部分 我覺得要提一下 就是它A住這一邊啊 這邊盲區滿大的 加上這個後照鏡的地方 它的盲區是滿大的 欸 我看 聽說那個8891測0到115秒 對啊 真假的啦 我阿嬤騎腳車比較快 沒有啦 我看一下看一下 反正這個車我覺得回來 擔任一個好的代步車的角色就好了 你看這個你真的在山路喔 你想要開快引擎聲真的會出來一定 好 不講話了 它也沒有換檔撥片 當轉速超過3000轉以後 它那個到3000轉到4000轉這邊 它的那個CVT感就很重 其實現在因為都CVT啦 其實只是差別 CVT一定開起來是CVT的感覺沒有錯 但是我還是有講過就是 有一些車真的CVT它設計起來 讓你覺得CVT感沒有那麼重 那椅子的部分我覺得 腰的支撐性不錯 但左右的兩側的支撐性 就滿普通的 喔對 它有那個電熱椅對不對 比較可惜的是呢 沒有通風椅 不是我們以前說幹沒有通風椅 沒有沒讀書的講話就這樣啦 反正講很多次了 電熱方向盤電熱椅 對台灣來講我真的覺得幫助不大 好那油門踏板也滿輕的 煞車踏板呢我覺得是 蠻比較屬於比較柔和的 踩起來比較 也是算比較偏輕一點的 我常常在講喔 你看它那麼多配備啊 它的產品力是真的是還滿不錯的 那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在買HS的時候 我就請大家一定要去觀察一下說 這個車 這個品牌它的後勤 做得好不好 對不對那時候大家在那邊講照妖境嘛 對不對 所以當然那時候我是採取比較 觀察名單的一個態度啦 那據我所知它的後勤點好像也越來越多 販賣點也有在佈局了 然後大家都可以上這個MG 其實它有一個社團啦 大家可以上這個社團去 去追蹤一下 應該有問題啦 不可能沒問題啦 都是有一些小問題 好像有冷氣還是什麼 反正你們自己上去看 其實我也看到都忘記 那就是後勤要跟上 不要讓人家等料 小毛病當然也不能太多 雖然我們這個回來 就馬上就收到召回通知了 這個車不是不能有問題 但是你要把後勤顧好 甚至在更久的以後 好兩年三年再多多觀察一下 如果沒有什麼 目前是沒有聽說有什麼 包括引擎的蝦翅啊 變速箱有什麼問題啊 是還沒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都是亮個燈啊 優化一下啊 弄一下啊 那邊怎樣一下 好不好 我覺得後勤很重要 我覺得還是持續的觀察 對我來說 那我剛剛說他們 很會坐車是怎麼樣 其實有蠻多人問我說 小事你覺得MG能不能買 或ZS能不能買 可是它配備很好 可是它才賣75萬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這樣 你要我如何去形容這台車 就是它很知道你要什麼東西 它也都給你 但是呢 它每一樣東西的品質 你就不能要求太高 它的那個技能圖點得很平均 但是卻沒有一樣是緊繃 例如它的倒車的影像 畫質其實也是不好的 影像其實真的很差 還有它的環景系統 其實也很普普通通 就是讓你大概能看到 後面有什麼東西這樣啦 你要看得很清楚 當然是沒有 就這樣 包括跟車系統 廣告打出來是Level 2 問題是 就像我講的 它的至終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不是那麼的舒適的 所以它每一樣東西呢 都給你 你想要的都會給你 但至於說 它是不是都是最頂尖的 這就 也不是說不一定啦 這你也不能要求 它真的就賣你這個價錢而已 而不是說 現在有太多的車廠 它其實它難道不知道消費者要什麼嗎 它一定知道 它怎麼不知道 它爽不爽給你 要不要給你 它想賺多想賺少 其實就這麼簡單而已 對不對 喜美難道不知道 它沒有盲點會被講嗎 最近不是CX60出來嗎 還在用那個小小的螢幕 你知道嗎 有夠誇張的 一百多萬塊兩百萬的車子 那個螢幕還是一塊小小的 那個飄浮式這樣子 它人家至少 雖然觸碰稍微有時候 不太想理我 哎唷 燒了個兩三次怎麼會出來 對不對 雖然是這樣 質感沒有那麼好 但是至少應該就給你這個東西 就是這樣 Apple Cupway也給你 但就是要插線 有沒有 很聰明吧 它廣告打出來的時候 有這個東西 但是你去之後 你就覺得 怎麼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有沒有 類似這種感覺 這樣算有詐騙感嗎 它也沒有騙你啊 它有啊 它有嘛 對啊 只是就是沒有你想像中的 這麼緊繃而已 不會啊 不過全景天窗也是 我覺得也是很棒的啊 現在這個價錢 欸你現在這個錢 幾乎你買到 在市面上才買到 就差不多是上個四代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這一次 它這個車的價格代 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 因為它先出的 壓力石才出的嘛 它這個價錢 有沒有可能間接的 壓低的壓力石的價錢 我跟你講 今天如果沒有這台車 壓力 那個壓力石可好 不知道要賣到什麼價錢 有可能 對啊 你還是有個價格抑制者出現嘛 對不對 欸 不真的都吃你夠夠了 你台灣人就是 台灣人就喜歡這幾個品牌嘛 喜美有精神就賣140嘛 壓力石就賣個八十幾萬 Kiss都開到八十幾了 現在什麼時機啊 不要再這樣衝 你看喔 它現在偏左了有沒有 有沒有 我不知道你拍不拍得出來阿呆 就是它還是會有左右左右的那種感覺 但是不是那種 假偏到 假的車道輔助那種撞來撞去 沒那麼嚴重 但是它會有一點讓你感覺說 它是等你要偏了 你看現在我又偏左了 它才拉回來有沒有 它會讓你去左邊再回來 去右邊再回來 但正常的車道至中其實不是這樣喔 它應該在中間就一直修了 對啊 自中應該就是這種 對不對 它應該自中是在 所以它不叫車道至中 它這個就是真正的叫做 車道偏離的輔助 這就像我講的 你看它有給你這個東西阿 但是就是沒有那麼優秀 我開滿習慣的呢 我本來是覺得沒什麼感覺 說實在的 我本來就覺得 就做得還不錯 配配還不錯這樣 開起來順順的 直到我最近大壓以後 哇幹 還有差耶 至於是更差還是更好 看下一集好不好 你看我們從什麼時候 我記得從Kiss 1500開始 就在講1500自然進氣的馬力怎麼樣 對不對 然後再來HRV 然後再來 不拉不拉 不拉不拉不拉 就是已經幾乎都是1.2T 1500自然進氣 你現在已經不用去嘴馬力這件事情了 很多人覺得不是小師變得比較 比較溫訊 還是我變得比較客氣或什麼 其實不是 因為 每一台都這樣阿 沒有辦法 現在每一台車都一樣 真的馬力這件事情 或者是開起來像跳彈 還是像牛一樣這件事情 當大家都一樣的時候 就沒什麼好講的 不是說我只要說 仙草像跳彈 的確那個聲音有點像 只是我的意思是說 真的沒有必要再去講馬力了 大家出來 你要花這個錢買 就差不多是這樣 講難聽一點 1500來看那個大壓 你真的買起來 再加金裝雙金裝 可能一台大壓買起來九十幾萬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有耶 那個什麼 Cienta Artists都可以 近百萬了 現在就是這樣阿 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這個ZS的影片 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 留言非常開啟小鈴鐺 下週見 好不好 後面還會有變阿 買回來沒那麼簡單放過它 不是阿 沒有那麼簡單 後面還會去召回 還會再做大壓的 跟大壓的比較跟評測 好下週見 好 下次那個有人做 比如說下次 有一個人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比如說阿呆你表現得很好 嗯 你做一件事情 這個 這個賴先生 這次真的很感謝你 你做得很棒 你說 不是喔 我姓洪喔 我知道 因為你值得信賴 還不錯耶 聽起來還滿開心的 你不覺得嗎 很爛喔 很爛嗎 你值得信賴很爛嗎 你幹這麼多 我覺得很棒耶 我還想說下次我要找機會對別人講 不想說 嚇壞 你自己看 你應該會給我 你應該會給我